这个女孩只是碰了一下这枚徽章 就瞬间来回穿越鱼两个世界 吓得她有点懵逼 等她缓过神 看着地上的徽章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再次碰触触摸 结果再次穿越到了一片 到处都是麦田的世界中 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城市 她好奇地向前走去 结果光当一下撞倒了现实世界的墙壁 旁边的小哥看到女孩很有趣 还朝她一笑 正要帮她捡起徽章 立刻被她制止了 就怕别人也发现这个秘密 用口香糖将其包装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 凯西向父亲讲述这枚徽章的神奇之处 还让父亲碰触了一下 并没有反应 看来这枚徽章只对她起作用 只见凯西碰触徽章 再次进入了麦田中 父亲见凯西如此神经叨叨 便把徽章没收了起来 为了一探究竟 凯西悄悄潜入父亲房间拿走徽章 当她拿着徽章继续向前走去 结果悲剧了 原来这枚徽章的行走路线受现实世界影响 为了一探究竟 凯西深夜来到一块空底 当她碰触到那枚徽章 再次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各种飞行器在城市里穿梭 高达宏伟的现代化城市 各种新奇的科技在这里一览无余 她搭乘上一列磁悬浮列车 听到有人要去二十光年外的星球 她走向车去 眼处是可回收飞船 看着宇航员就要驶向远方 准备跟上去 可就在这时 脚下出现了海水 徽章出现了倒计时 眼看就要走进去了 结果因为徽章没有电 回到了现实 回到家后的凯西 立即上网查询这枚徽章的栏 找到一架收藏店在寻找这个 她根据店铺地址找到了这个地方 本想寻询问徽章的信息 结果却被店员质问是谁给她的 雅典娜在哪 但凯西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不知道在想说什么 眼看情况不对 她本想离开这里 不料店员直接拿出武器对准了凯西 凯西还以为是玩具枪嘲笑他们 结果店员直接向上直接射击 这下把凯西吓懵了 她四处躲着 眼看就要隐恨西北 就在这时 一个铁球突然飞了过来 瞬间将两个店老板固定住 原来是雅典娜及时挡过了 她本想帮助凯西解脱 结果发现凯西有一只手也被困住 雅典娜只好解除时间炸弹 拯救了凯西的同时 店老板也挣脱了束缚 好在雅典娜的战斗力也很强悍 没多久就解决了这两人 原来他们都是机器人 但此时他们已经启动了系统自爆装置 雅典娜深知此地已经不安全 只见她一拳打碎车窗 准备带凯西离开 在车上 雅典娜告诉了凯西这一切 原来她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梦想招募官 而这枚徽章就是通向未来世界的通宝 也是目前仅留的一枚 刚才追杀你的都是仿生机器人 说着说着 雅典娜也开始出现故障 原来她也是个机器人 当听到雅典娜说也是机器人 便吓得猛踩刹车 赶紧逃了出去 这个女孩刚下车 结果 一辆汽车突然将她撞飞 凯西都被吓懵了 司机吓得赶紧下来查看情况 而凯西直接抢走了司机的车 而就在这时 雅典娜也苏醒了过来 直接在后面狂追 凯西通过后视镜看着如此耗背的雅典娜 都惊呆了 下一秒就直接跳到了车上 吓得凯西猛踩刹车 两人因此争论起来 但雅典娜告诉凯西 后面是追杀的机器人 前面是新世界 你想怎么走 没办法的凯西 只好跟随她继续前行 在路上 雅典娜给她讲起了这门徽章的门 原来在1964年的试博会上 一个叫弗兰克的男孩 带着飞行包走进会场 期望能够入选他们的项目 但由于还不能够起飞 所以没有得到判官的认可 但这被旁边的招募官雅典娜看上了 便偷偷给了她一枚徽章 而她则趁机悄悄踏上了天选人才才可以坐上的漂流船 这是一个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只有具备创造力的人才可以去往那里 随后一个扫描仪对她进行了身份识别 然后漂流船就停住了 迅速向下坠落 没多久来到了一个漆黑的世界 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亭子 她好奇地走了进去 然后亭子突然启动了 开始了空间传输 没多久 她来到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就在这时 一个机器人突然冒了出来 并抢走了她的飞行背包 对她进行了维修升级 还给她戴上了头盔 随后她穿戴上飞行背包 在这个新世界里自由飞翔 看着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她很是惊奇 到处是宏伟的科技城市 没多久她就看见了下面的雅典娜 至此两人就在这里生活了下来 后来弗兰克就在这里进行着各种研究 而雅典娜一直陪伴她左右 甚至对雅典娜产生了爱意 但雅典娜是个机器人 一直没有告诉弗兰克 而后来 弗兰克和执行官丧彪 为了更好的监测地球的发展 利用量子纠缠技术 制造出了时空监测塔 可以看到地球人类社会的过去与未来 但监测塔却预测地球将在不久的将来毁灭 丧彪认为人类已经无可救药 便终止了新世界的招募进化 但弗兰克不想放弃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便将弗兰克赶出了新世界 而雅典娜因为已经进化出了自我意识 便自主性地决定拯救这一切 带着徽章私自来到了地球 而此时 凯西已经在故事中睡着了 只见雅典娜将车子开到一片树林外 将她直接扔了出去 凯西沿着指示牌向前走去 看到远处有一副人甲 她便走过去敲门 然后还拿出了手上的徽章 结果就被冲击波轰到了一边 而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小男孩弗兰克 现在的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告诉凯西新世界早就没了 但凯西不肯放弃 一直在门口等待 就在这时 她想出一个馊主意 直接点着了弗兰克的拖拉机 弗兰克通过监控器看到后 慌忙地走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 凯西则趁机走了进去 甚至还用白天弗兰克对付她的方法对付她 凯西好奇地四处观察 突然看到一间监控室 上面显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灾难 还有一个倒计时 而这时弗兰克也从地下通道爬了上来 凯西质问弗兰克这是什么 原来这是弗兰克建立的监视站 可以同步接收到新世界量子监测塔的信号 倒计时就是世界末日 但弗兰克并没有打算告诉凯西这一情 而是说了一句 如果我知道你会在那天死去 你会相信吗 凯西则反驳她 但我会相信 你会相信 为什么 话音刚落 背后的监控突然闪现了一下 倒计时也从100%变成了99% 这让弗兰克很是诧异 而就在这时 黑衣机器人也追了过来 他赶紧紧关大门 但还是没有挡住他们的进攻 先是用电棍解决了一个 随后更多的机器人闯了进来 好在弗兰克在家中设计了多重机关 一个个黑衣人隐恨西北 最后弗兰克利用家中的浴池发射器 弹射到了远处的小湖中 随后雅典奈也赶了过来 三人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进入里面传输器中 没多久 三人就来到了巴黎埃菲尔铁塔 弗兰克介绍道 新世界当年由特斯拉和爱迪生等人创建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单向通道 而如今三人要通过这里前往新世界 埃菲尔铁塔突然向四面展开 地面也打开了神秘通道 一个火箭突然从铁塔下面冒了出来 附近的居民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纷纷前来拍照 而就在这时 黑衣机器人也追了过来 试图砸碎飞船 但火箭已经启动 在强大的能量之下 机器人直接被甩飞 随后一阵强大的能量波之后 周围失去电力 达到一定高度后 推进器开始分离 飞到月球附近后 主体以更快的速度再次返回地球 不过这是跨越维度的返航 超越了空间与时间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传说中的明日世界 不过自从通道被关闭后 这里已经被荒废掉了 没多久 执行官丧彪就赶过来 弗兰克告诉他 凯西或许有能力改变世界末日的进程 随后几人来到了时空监测塔中心 平台不停地闪烁着未来的场景 弗兰克告诉他 转动这个球体就可以看到地球的过去与未来 可以看到地球未来要发生的任何灾难 核弹爆炸 火山爆发 冰川融化 凯西的家也在未来被淹没 而人类的终点就在58天之后 凯西质问丧彪 为何不把新世界的技术分享给地球 但丧彪说 如果地球人来到这里 新世界也会重蹈覆辙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过来 凯西非常愤怒 他想改变地球的未来 就在这时 预测地球毁灭画面 突然闪现出生机盎然的场景 这让弗兰克认为地球还有希望 丧彪自然不接受 将三人关闭了起来 而这时凯西突然意识到 监测塔既然在地球也可以监听到 那说明他不仅可以预测信息 还可以传递信息 将负面的末日信息传递到地球 使人类按照这种趋势发展 但未来并不是唯一的 所以只要毁掉时空监测塔 或许末日就不会到来 而就在这时 丧彪派人赶了过来 打开了时空传送门 试图将他们驱赶到另一个世界 凯西向他解释着 可以改变未来的理论 但丧彪就是不听 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 末日塔就是丧彪的阴谋 试图毁灭世界 但在丧彪看来 这一切都是人类自视其谷 不知悔改的结果 就在弗兰克与丧彪告别时 试图趁机关闭监测塔信号 随手双方撕打一起 雅典娜也和机器人打在一起 随后他将炸弹交给了凯西 让他到监测塔上翻引爆炸弹 而雅典娜则继续与机器人撕打一起 就在刚启动炸弹 监测塔开始突然下降 炸弹也随之掉落地面 危急关头 他们再次打开传送门 将炸弹直接扔了过去 在另一边的弗兰克迅速往回跑 而丧彪刚过来就被建筑砸在了地上 而这时 雅典娜通过监测影像发现 弗兰克即将出现危险 眼看丧彪就要射杀弗兰克 雅典娜用身体挡住了攻击 拯救了弗兰克 而他自己已经快要不醒 生命关头 雅典娜深知自己已经不能拯救 让弗兰克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炸弹扔进监测塔 在最后申请告别后 弗兰克深入高空将他扔进了时空监测塔 一声爆炸后 时空监测塔也随之消失 世界末日进程也暂时暂停 没多久 在弗兰克和凯西的本力下 明日世界再次回归 他们将重新招募有梦想的 来这里创造新世界 而影片的新世界也是人类向往的一个乌托邦世界 但人类又将如何选择呢